Hello,大家好,我是温妥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被困在了密室里 每隔60秒就会循环 只有一个办法才能逃离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 阿珍一个人在房间里醒来 语音还播报60秒到即时的声音 阿珍一脸的懵逼 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房间里空无一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阿珍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看到地上有个感应器 就故意用脚丫子踩了上去 话说你这小脚丫子也是够皮的 感应器发出了微弱的光亮 紧接着就开始倒计时 10,9,8,7,5,4,3,2,1 还没等阿珍一反应过来 他就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阿珍一再次醒来 还是在这个房间 还是同一张床 还是60秒的倒计时 稍作镇定之后 阿珍一开始寻找逃离的出口 结果他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扇门 他天真的以为只要穿过这扇门 就可以逃出去 这时感应器又开始了倒计时 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阿珍发现 他上一次的影像投射在了房间里 重复着他昏倒之前的动作 紧接着感应器又开始了倒计时 阿珍又昏了过去 醒来后还是躺在了床上 阿珍这才明白 这个游戏每隔60秒就会循环一次 每次循环都会保留上一次的动作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逃出密室 否则就会陷入死循环 于是阿珍想办法 借助上一次的投影资料 他打开了这扇大门 可万万没想到 门的后面又是一间密室 很多气球从上面飘了下来 落在地上 地上还有一根银针 也就是说 要在规定的时间砸破所有的气球 阿珍尝试了一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可还是失败了 就这样 阿珍昏倒再站起来 经过几次的尝试 阿珍终于砸破了所有的气球 他打开大门 来到了第三间密室 只见密室里有一棵大树 很大很大的一棵树 地上还有一把斧子 这一次的任务很明显 就是用斧头砍倒大树 于是阿珍幻化出了好几个分身 大家拼命地砍树 阿珍完全陷入了这个游戏 被牵涉中 看了好久 阿珍才发现 这棵树有自动愈合的功能 卧槽 那还搞什么呀 老娘不干了 阿珍气得 一下子把斧头扔到了墙上 没想到有了意外收获 斧头砸穿了墙壁 墙上露出了一个大洞 阿珍恍然大悟 破墙而出 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只见对面的男人阿强也在砸墙 阿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两人拥抱在了一起 语言 秒不可言 阿珍爱上了阿强 两人还开心地交流起来 阿珍说 我循环了20次 强哥 你多少次 阿强不好意思地说 自己循环了62次 还好意思说呢 你这两个铁喊喊 从一开始就能用脚把墙踹开 两人玩上了瘾 继续开始了下一轮的密室大逃脱 其实呢 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 还有很多人被困在了房间里 做着同样的游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玩游戏千万不要用常规的思维 多动动脑子 脑子可是个好东西 出门 记得带哦 阿珍爱上了阿强 再一个有心心的夜晚